大家好 今天是2019年9月17日 我是FX168财经学院的点评师林海涛 我们开始今天的行情分享 美元指数前期从顶部回落以后 进入98.10到98.80这样一个区间的一个震荡 那么当前的话 仍然处于这样一个区间震荡当中 可以看到昨天在98.10这样一个下沿附近 走出这样一个小的W底部 产生一波奇稳的反弹 但是当前反弹已经靠近这样一个区间的上沿 98.80 那么我们更去日内的话 更去关注美元很可能会遇阻走回落的这样一个风险 那么当前这样一个98.80的这样一个压力位 上移到98.90这样一个位置 这个位置的话是这样一根下破的大阴线的一个开盘价压力位 本周的话 重点关注北京时间 周四凌晨2点 美联储利率决议 目前的话市场预期是降息25个基点 但是焦点在于这样一个降息它究竟是新的一轮宽松的一个开启 还只是经济波动当中的一个调整 这两种这样一个态度的话 会对黄金当前的走势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影响 我们看欧元 欧元的话 对于中长线的投资者来说 一方面这里是下降趋势线 另外一方面关注1.1100 支撑率阻力转发位 在这两个压力位没有被上破之前 那么欧元 短线仍然会陷入这样一个震荡的走势 这样一个震荡的区间 下沿是在1.0930附近 那么上沿就是这样一个支撑阻力转发位 1.1100 短线的话可以考虑在这个区间里面做高谋低息 或者是说在这里等待价格去上破这两个下降趋势线 以及这两个支撑阻力转发位 然后去封低介入 我们看英镑 这是英镑的日线图 英镑前期在这里构筑了一个W形的底部 那么在这个颈线位置也是经过了长时间的这样一个读空的消耗 随后在上一周开出了这样一个大的阳线 那么就宣示着这样一个底部 它已经基本确认形成 那么这种底部一旦确认形成的话 那么我们肯定是逢低去做多 做多的这样的位置 从这样一个日线级别来看的话 这样一个周期来看的话 我们选在1.2160 也就是这样一个W底的一个中轴二分之一一个支撑位置 那么如果从短线的这样的角度的话 我们去更小的级别去看一下4小时级别 4小时级别 价格前期这样一轮上攻 攻到这样一个 W底的这样一个颈线位置的时候 陷入了这样一个横向的盘整 区间下沿是在1.2270附近 上沿的话是在1.2385附近 那么短线的话 我们可以关注这样一个 这个短线的小区间的上沿 当然也可以去关注 这个短线区间的二分之一位置 如果价格回落到这里 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接入多单的这样一个机会 那么从浪行上来看的话 日线级别 这样一个一波上攻 这样一个一浪 突破了 颈线 突破了日线级别的61MA 那么这样一个突破 它是否有效 我们从4小时级别去看一下 这样一个上攻的一浪 日线级别的这样一个上攻的一浪 我们在4小时级别看是 这里有个一浪 然后是横盘的一个二浪 目前走进入了这样一个 三浪的一个阶段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这样一个三浪比较短的 那么目前一个猜测就是说 这里三浪会走个延长浪 也就是这里是一浪 二浪 那么进入三浪 三浪它也可以 西分成五个浪 那么目前 你可以这样一个分法就是说 一浪 二浪 那么我们目前等待的就是说 三浪 子浪的二浪 它结束去开启 三浪的 子浪的三浪 所以我们目前抓的话 应该是抓 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日线级别 这样一个四小时级别 这里的三浪 这样的三浪 西分浪的三浪 所以我们目前 在这样一个区间的上沿 去期待这样一个二浪 它回落 得到一个奇稳 看一下奥远 奥远的话 下方 这样一个下降 下降旗行被占上 并且这样一个区间的这样一个上沿 也被占上 但是由于上方 这里这样的大的宽幅相提的话 也是有很多套牢盘 所以价格在前夕 经过持续的拉伸以后 在开出这根低开高速阳线以后 进入了这种高浪线或者是说倒锤子线 这样一个多空博弈的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目前的话 我们仍然去等待价格走回落去做多 回落的话一方面 关注这样一个0.6820 也就是这样一个前期一个底部盘整的 横向盘整的一个上沿 还有一个位置是在 0.6750 这个位置的话 一方面是这样一个 骑行轨道的一个支撑 另外一方面 也是这样一个蓝色箱体 它的1分之1位置这样一个支撑 在这个位置去进入多端的话 会更稳健一点 那么目前价格出现这种回落 我们首先先关注这样一个蓝色箱体的上沿 0.6820附近能否得到奇稳 如果得不到奇稳的话 我们再去关注下方 0.6750 这样一个位置的做多机会 那么价格 如果出现反弹的话 上方这样一个压力位还是比较多的 我们先去看一下这里的压力位 一方面是 0.6925附近这里的压力位 是这样前期这样一个在这里盘整所形成的一个支撑与阻力转换位 另外一方面是这样一个蓝色箱体的1分之1的一个压力位 中轴的这样一个压力位是在0.6955附近 所以欧元从这种大的格局上来看的话 下方有支撑 上方有压力 它目前很难形成一种趋势性的一个行情 它会在这样一个支撑与阻力之间进行这样一个很像的盘整 但是从小级别来看 但是对于趋势性的交易者来说的话 也存在一些小级别的这样一个去找趋势的一个机会 可以看到日线级别这样一个小底部形成了 那么这样一个小底部的形成是这样一个一浪起来 那么如果这里是这样一个一浪的话 我们去找二浪回落的时候去抓这里的三浪 这就是我们在小级别去看趋势性的机会 那么我们需要在四小时级别去寻找这样一个机会 那么目前的话我们还没有看到明显的二浪起稳的这样一个迹象 那么一旦出现这种二浪起稳的话 我们可以去抓这样一个反弹的三浪 看家园 家园的话 可以看到前期的这样一个反弹的大阳线以后 昨天有这样一个低开 高走以后随后再回落 这实际上表面的这样一个反弹它还是比较弱的 那么我们维持这样一个区间震荡的一个观点 下方是在1.3135 上方的话是在1.3360 在这样的区间里面做高高低吸 那么这个下沿它来自于前期这样一个W底的一个倾线 那么上沿的话 可以看到前期多次在这个位置遇到阻力 而这个阻力的话是由于周线级别的这样一个趋势线反抽的这样一个压力 我看一下瑞朗 瑞朗的话仍然是处于这样一个上升 上升的这样一个通道 这个通道的话 在解放前期这样一个箱体的一个压力位 那么在这样一个通道 以及这样一个前期的一个高点没有被击破之前 那么维持这种震荡的走势 就是说在上方去布局空单轨道上沿 以及前期这样一个成交密集区形成的一个上移 那么下方的话去做多 一方面是轨道的下沿支撑 另外一方面我们可以去看价格这样一轮上行所形成的一些支撑 我们是在0.9810附近去布局这样一个多单 如果这里价格上破了这样一个七星轨道 以及前期这样的高点的话 那么这里一个大的底部去形成 那么我们后面就可以期待这样一个周线级别这样一个上攻 这样一个底部一旦形成的话 那么周线级别就很可能去找前高 看一下日元 日元的话也是进入了这样一个底部的盘整 当地进行反弹 反弹到了前期这样一个蓝色区间的这样一个二分之一压力位置 在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目前不建议去追多 我们更建议去逢回落去做多 那么对于空方的话 一方面当前108.15位置可以去考虑这样一个空单 另外一方面也可以在前期这样的蓝色箱体的上沿 也就是在109附近去布局空单 这样原因的话是我们看到当前这样的反弹 它有衰竭的迹象 昨天首先是一个低开高走 虽然收出了这样一个阳线 但是这种低开高走的动作 如果发生在一个反弹的一个过程当中的话 它有可能是一种资金的一种出逃的行为 如果它是发生在这种底部的话 那么有可能是一种吸货的行为 另外一方面 我们看一下这一轮上攻 这里走了一浪二浪三浪 随后目前处于四浪当中 也就是说这里的三浪它实际上没有对这样一个关键的压力位形成一种突破 如果没有形成突破的话 那么这里很可能就会以这样一种反弹三浪去结束 或者说它进行这样一个横向的一个四浪盘整的话 那么这样一个五浪的话 它也会走一个衰竭 或者说五浪会形成一种假的突破 所以我们一方面可以考虑目前的位置 108.15这个位置去布局空单 那么另外一方面 这样一个五浪的话 我们在上方的一个关键的压力位 109这样的位置去布局空单 然后来 就是说相当于这样一个波段 它会以五浪这样一个 弱势的一种浪来结束 但是如果说 这里是一二三 这样一个三浪 它形成了一个突破的话 那么后市我们看这样一个五浪的话 它就不是一个衰竭的一个五浪 或者说是一个反弹的五浪 这里因为是一二三 三浪没有形成突破 走横盘的四浪 所以我们才会预期 后面的五浪它会比较弱 去继续等待一个做空的机会 或者说目前观望等待这个弱势的反弹结束 回落的时候 我们在下方去布局多单 看一下黄金 黄金的话前期走的比较急 比较猛 那么当前的话陷入了这样一个很想盘整的这样一个 一个走势 这个的话目前比较关键的一个因素就是说 本周四 北京时间本周四凌晨两点钟 美联储这样一个利力举异 它所释放的这样一个态度 究竟是偏鹰还是偏鸽派 那么我们从技术走势上来看的话 目前对空方来说更占一点优势 因为对空方来说 前期这样一个奇形轨道被下破 反抽 然后前期这样一个上升的一波上升 所围绕的21MA被跌破 目前还没有被占上 这样一个30MA是前期回踩到最低的一个 一个最后的一个防线 那么这样一个防线被跌破以后 目前仍然多空双方在这里进行一个争夺 那么多头唯一有一个比较强的支撑 就是在1480附近这样的支撑 那么价格在这里获得了一个支撑 进行这样的反弹 所以的话我们目前对于多方来多空来说 这个位置比较关键1480 如果这个位置在失手的话 那么多头它就没有一个 就是说它手上没有这样一个比较强大的一个支撑 那么下方的话 我们是看到1440 也就是说这里1234 四浪的这样一个位置 因为在周线级别 这里是123 那么这里走四浪的这样回落的话 一般会回落到三浪的子浪的四浪 也就是这里的三角形 至少要回落到1440这样的位置 才是起稳我们多头去进入多单的这样一个机会 那么短线来看的话 从四小时来看 价格陷入了这样一个震荡的走势 下方是1480 那么上方的话是1520 在这样一个区间里面 我们目前就是说保持一个逢高做空 这个空的话一方面是前期反弹的高点的压力位 也是这样一个奇形轨道的压力位 下方做多的话是1480位置的一个支撑 这是短线的一个做法 那么中长期来看的话 目前的多空那个焦点的话就是1480位置 因为这个位置一旦失手的话 多头它就没有这样一个防守的空间 并且可以看到这里 头肩形态也会确认 这是左肩 这是头部 然后目前走向右肩 所以1480位置是我们日内 重要关注的一个位置 看一下原油 我们先从原油周线图来看一下 前期这样一轮上弓 然后价格进入这样一个ABC的调整 那么当前这样一个阳线 是上坡了这样一个调整的向右趋势线 那么就意味着 这样一浪二浪这种调整的结束 三浪会来临 但是我们需要关注一下 就是说目前是周二 这样的阳线它能否保持住到本周收线 如果能保持到本周收线的话 那么周线级别这样一个上空的三浪 它就会来临 这样一个上空的三浪 那么上方的话我们可以看到75一线 那么另外一个位置我们要看60.80附近 也就是当前这样一个W底的一个颈线位置 如果价格在周收线的时候 能在这样一个颈线位置上方的话 那么就预示着这样一波 这样一波上弓 它的力量是比较强的 是一个强势的一个强势的一个上弓 我们可以去追多 如果这里失手了 那么就意味着这种上弓 它是比较弱势的上弓 那么我们就等待它去回踩这样一个下降趋势线的一个压力 也就是说我们不急着去追多 我们可以去逢低做多 所以目前从周线级别看的话是这样一个思路 那么从日线级别去短线看一下 当前怎么去操作 价格昨天是上破了这样一个横向盘整的一个区间上沿 并且上破了前高60.95附近这样的压力位 但是我们从基本面要来看一下这样一个冲击 因为这个冲击它不是由于技术面单纯的这样一个上冲 它是结合基本面的一个冲击 也就是说沙特原油这样一个设施遭到破坏 那么占全球这种产量的5%的这样一个产量 就会受到一个影响 但是我们从基本面看的话 有消息称这样一个破坏它并不是一个永久性的破坏 它只是一个暂时性的破坏 也就是说会在极短的时间内 很可能是一周到两周的时间内就能把产量恢复进去 那么基于这样一个考虑的话 这样一个大阳性的上工 它究竟是一种上升这样一个公式的来临那个开启 还是有诱度的这样一个意味的话 那么就需要值得关注了 如果说当前这种只是单纯因为沙特原油设施遭到破坏 而形成了这样一个大阳性的上工的话 那么我们的判断是这里有有多的成分在里面 但是如果这种因为沙特原油遭到设施遭到破坏 而引发美国和伊朗这种军事或者说政治上的一种决力的话 那么这种中东地缘政治因素的引起 从而导致市场对整个中东原油供给面的这样一种担忧的话 那么就很可能会导致当前的这种上坡 形成一种有效的上坡 所以我们要持续关注 目前的话 焦点不应该是在沙特原油这种供给面的这种供给设施恢复上面 而是关注美国和伊朗之间这种政治这种决力的这种方面的消息 那么目前的话从日线级别看的话 我们不建议去追多 我们建议去回落所多 这样一个回落的支撑的话是在下方57.35到58.75这样一个支撑区域 这个支撑区域的话是前期这样一个多次上坡预阻 所以现在上坡以后变成了这种支撑阻力变成了这种支撑转换位 所以我们期待在57.35到58.75价格回落到这里 获得一个期稳去做做这样一个机会 以上就是今天的行情分享 谢谢